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报道 贺北华夏幸福 曾希望将林良明带回中国 并且两度报价 第一次是七百万欧元 第二次是一千万欧元 蝌蚪已失败告中 其实就冲这一点 就得为林良明点赞 借着这个幼儿三身份回国 那得多赚钱 可他还是选择为了梦想张善剑走天涯 足球运动成才率本来就很低 不可能送一个球员 出去就能成才一个 只有坚持不断的向高水平连赛 输送年轻球员 最后以数量来争取质变 不可能送一千万欧元 输送年轻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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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送年轻球员